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我是阿咪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 怎樣可以增加連續做引體上升的次數 香港人也可以變戰鬥民族 說起引體上升 其實很多人都不願意做 或做幾下就覺得很辛苦 想放棄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不應該少看隱體上升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說一下隱體上升的姿勢 去片 首先一般人做隱體上升 手擺降的位置都習慣垂直於肩膀的闊度 同時會把所有的力度集中在前臂和腹的位置 其實我們要做隱體上升 手應該放得闊過肩膀 同時最好保持身體垂直 當你習慣了這個姿勢之後 就可以找一個法力點 一個闊的隱體上升 最主要的法力點就是背撥機 嘗試留意一般人做隱體上升的姿勢 當他用力拉上去的時候 因為手肘的屈曲 導致上半身好像畫了半圓的軌跡 而改善了它的姿勢 上半身所畫的軌跡應該是接近垂直 當你掌握了新姿勢的法力點 包括你的腹和背肌 你就可以找一個由零突破的力點 然後撞空 當你掌握到更多的這種力 你就可以把你的人拉起到撞空 或者以下的位置 我們回來了 當你了解了做隱體上升的姿勢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看 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連續做隱體上升的次數 第一 突破極限 很多人鍛鍊身體的時候 都會去到自己極限那點就算了 例如做隱體上升 他一次過可以做十下 然而他每次鍛鍊都只做十下就停 這樣下去其實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突破極限 你都說 我最多都只做十下而已 你叫我沒得增加每次做十二下十五下 我怎麼做 沒錯 接著就是第二點 既然要突破極限 靠自己其實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要找人幫 解決嗎? 那就解決了 OK 方法和姿勢你都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接著就是要設定一個目標給自己 每組多少下 每天多少組 像我這樣 我自己就定 每天做五組 每組十下 大約一個星期休息一天 其實說起休息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 到底我應該休息多久呢? 如果一般以專家的角度跟你說 應該大概是每粗兩至三天 休息一天 但我自己就不管 OK 講到這裡 當你理解了引體上升的姿勢 粗練引體上升的方法 應該設定一個什麼目標給自己 還有什麼時候休息 最後就是進步 今個禮拜操五組 下個禮拜操六組 今個禮拜每組十下 下個禮拜就每組十二下 我相信你這樣堅持下去 好快就會有成果 鍛鍊引體上升 除了可以在朋友或人家面前 輕鬆拉二十下引體 鬆滑玻璃 也可以鍛鍊到自身腹肌 怎麼了? 不相信我嗎? 看到了 雖然我身體比較受傷 但我擁有一般人少一個背闊肌 背闊肌有什麼用? 那當然是穿衣漂亮一點 事實上 引體上升只不過是 鍛鍊背闊肌的其中一個動作 不計用機訓練 在我們Street Red Out裡 都有一系列針對背闊肌的練法 依求強化背闊肌的厚度和密度 但對於初階者來說 可以選擇引體上升作為一個氣寶 等做到睡著覺都輕鬆做到的時候 再來看我之後 更多關於街頭健身的心理 都未遲了 今天就是這樣 喜歡這條影片的可以給個like 和follow我Facebook IG 覺得這條影片給了你很大的motivation 可以幫我share 還有subscribe這個channel 就這樣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